各位的家人们,弟兄姐妹们,大家晚上好,又到了一周一次的上课时间,很多人都在期待,我自己也是一样。 今天内容比较多,所以呢,本来我是想给大家分享几个见证,那等下一次。 我感谢你们美好的见证,说明很认真的听课,而且能看出了天主的恩宠,在你们心中工作,所以让你们的心那么触动,分享的那么美。 首先我们以祈祷开始,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,阿们。 亲爱的主耶稣,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。 是你从小照顾着小德兰,让他成为大圣人,让他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导师。 对你没有不可能的事,我们但愿像蜡烛,像泥土,在你的手中,你是陶工。 求你塑造我们,求你转变我们,更新我们。 让我们时常听到你的声音,也向你学习,透过圣人们的榜样,激励着我们,越来越像你。 我们是多么转弱,充满罪恶,可是你告诉我们,天父慈悲的面容。 他接纳我们每一位。 谢谢你,带给我们的福音。 圣马里亚才爱的妈妈,我们这么软弱,这么无能,正因如此,耶稣把你赐给我们做母亲。 是的。 求你怀抱着我们,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,每天教导我们,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进步,一天比一天更认识耶稣,更爱他。 圣母无间圣心,为我等起。 大圣罗瑟,为我等起。 圣路易,圣泽利,圣女晓德兰,为我等起。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,阿们。 关于晓德兰,这是我们讲的第三课。 第一课,我们简单的介绍,大家对他的评价。 第二课呢,我们介绍了晓德兰的生命中的三个阶段。 第一个阶段,就是从出生到四岁半,可以说是阳光灿烂。 非常喜乐,非常活泼的一个孩子,他不缺乏父爱和母爱。 今天呢,这一课,我要讲他生命的第二个阶段。 也就是从他四岁半,到十四岁半,十年的时间。 这个阶段,跟第一个阶段,阳光灿烂比起来,就不一样了。 可以称为是痛苦的时期。 首先,从母亲的去世开始。 我在这里呢,讲的主要是根据晓德兰的回忆录。 基本上是按这个次序走的,他自己讲他儿时的生活。 都是一些琐事。 所以,我没有做幻灯篇,不是多少的理论。 这些琐事呢,我在讲的时候啊,我会有一些着重点。 比如说,我们从哪一方面可以学习,我可能会发挥几句。 否则的话,可能一提而过。 在泽丽,也就是小德兰的妈妈生病的时候,小德兰她记得,那时候她就是四岁。 因为妈妈病了半年多,最后几个月躺在床上。 她这样形容,她跟小姐姐瑟琳,她说我们两个人几乎就是, 成了充军者。 每天有一位邻居或者朋友,把自己带走,把他们两个带到别人家去玩。 可能守着病人,一个是顾不上照顾他们,在一个病人那儿,太乱,不愿意叫两个最小的守着。 小德兰记得这件事,有一次呢,在家里没有祈祷,大部分的时候吃过早餐, 祈祈祷完了,才被带走。 这一天呢,没有祈祷,就被带走了。 然后,到那以后,她跟小姐姐商量,小姐姐大她三岁半,那时候她就七八岁了, 这一个刚刚四岁多。 她说,咱们还没祈祷, 要不要跟这位阿姨讲一下? 后来姐姐说,讲,肯定要讲的。 那好,他们就鼓起勇气,说阿姨,我们还没有祈祷呢? 阿姨说,那好,你们现在祈祷吧。 把房间的门一开,到这儿来祈祷,来,你们坐吧。 两个人相互看了看,就觉得很不舒服。 为什么呢? 瑟琳说,这不是妈妈,跟妈妈不一样。 如果是妈妈,从来都不会让我们自己祈祷,都是陪着我们,给我们一起祈祷。 你看,透过这些细节,就说明在小德兰家,他们的教育。 有的时候,我们做大人的也是,啊,你去念个经,就睡觉吧。 那,从小孩子呢,他要学习祈祷,有的时候像备作业一样,念个天主经,圣母经,好了,上床睡吧。 可能大人带着,把他这一天,把这家庭的一天,都交给天主,那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,从大人身上,孩子学会祈祷,一般的家庭是不这样的。 他们在外边玩一整天,到了家里,晚上再回去。 其实,小德兰说,那一天,真的像虫君,为什么? 非常的想妈妈。 别人给点好吃的,比如说拿几只杏,水果。 他们吃着好吃,就留给妈妈。 看着好看,就回去带给妈妈。 他们记得,小德兰记得妈妈临终的时候,那一幕,全家人都跪着,跪在那个妈妈的床前,神父来给祝福。 当时,爸爸气不成声,一直在旁边哭。 小德兰记得很清楚,那时候他四岁半,在去世的第二天,爸爸抱着小德兰,说来,亲戚妈妈,这是最后的一次。 小德兰说,我就把嘴接近妈妈冰凉的额头。 当时我并没有大哭,我就静静地看着,静静地听着。 当时大人们说了很多话,他们以为我听不懂,他们瞒着我,怕我听见。 说的话,我都听见了,而且都听懂了。 我独自一个人,去看走廊尽头的棺材。 那个棺材好大好大,我需要踮起脚尖来,才看到。 十五年以后,在会院里,当我第二次看到棺材,就是一位老会长,圣医会的修会的会长,老修女去世。 那时,那是他见过的第二口棺材,那时候他十九岁,他说,小德兰还是小德兰,但是小德兰长大了,那个棺材没有那么大了。 意思是什么,以前我小,我脆弱,现在没有什么让我害怕,没有什么让我忧愁,再发生什么事,无所谓。 小德兰大了,棺材变小了。 在妈妈去世之后,那个保姆看到这几个孩子,不由的叹息,说,可怜的小孩们,你们再没有娘了。 这时候,孩子们很聪明,瑟琳就跑向了大姐玛丽,说,大姐,从此以后,你就是我的妈妈。 小德兰呢,他自己说,本来做什么都是仿效瑟琳,因为瑟琳跟他就大三岁半,两个人一起玩,做什么,这个大的做什么,小的就跟着做什么。 结果这个大的跑向了玛丽,他说,本来我也应该像他一样,也冲向玛丽,大姐。 可是呢,我一看二姐站在那儿,如果我们都去找玛丽的话,那二姐显得有点被冷落,二姐可能会难过,所以干脆我就直接扑向二姐。 二姐,从此以后,你做我的妈妈。 你看这个小德兰,他小不小,他想的事可不少。 从此以后,小德兰的性格就有了一个大的改变,原来是活泼外向,感情流露。 以后,这些年就是羞怯,柔腿,安静,过度的多情善感,动不动就哭。 可能就是因为没了妈妈,受伤了,她的感情不敢再外露了。 所以,他生命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妈妈去世开始的四岁半。 妈妈去世后几个月,他们决定搬家,从阿朗松搬到礼修。 为什么要搬呢? 因为这么多孩子,五个孩子,没有妈妈,路易,爸爸自己照顾比较困难。 所以,舅舅,舅妈,以前泽利也有这个意思,就建议,快,完成泽利的遗愿, 搬到我们这儿来住。 他们找了好几十家房子,最后找到一个合适的,不错的,买了下来。 所以,以后,这就是这个家庭的安乐窝。 他们搬过来以后,对于小德兰来说,小德兰是很兴奋的,当时他四周半,他就觉得小孩嘛,喜新厌旧,总是愿意新鲜。 又到了一个漂亮的新房子,带着花园,好可爱。 他说,那时候我的人生又开始向我微笑,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。 在那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? 我们看他的一天,每天早晨起床,有二姐亲吻他,帮他穿上衣服,然后吃点早餐,就开始读书。 四五岁,二姐教他读书,他学的第一个字是天,他自己会念,一个人念下来就是天,每一个字母这样拼写。 吃过午饭和爸爸一起散步,然后去不同的教堂跪会儿圣体。 你看生活是丰富多彩的,不只是说,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很可怜,灌在学校一整天,他们不是。 其实这种原始的教育,有它的特色,很人情化。 孩子们其实就是接触就是生活,学习生活,不只是灌到书本里边, 每天就是听,写,记,背,念,等等。 所以吃过午饭,爸爸带他去散步到不同的教堂拜圣体。 有一次来到了这个圣医会的教堂,爸爸说,你看栏杆后边的修女们, 他们正在祈祷呢。 小的蓝小小的眼睛就看着这些修女, 他们穿着修女的服装。 小的蓝说,我真没想到九年以后,我自己也来到这里做修女。 第一次来是爸爸带着他来这边散步, 刚刚办到礼修,其实礼修的这个影修院, 刚刚建立二三十年,是一个新的修院。 散步回来,做一些功课,学习一会儿, 然后就在花园中玩耍,毕竟是孩子。 他最喜欢玩的就是剪一些树叶,树皮, 当然像药材一样, 泡茶,可能是姐姐们交给他的, 然后泡一壶茶, 用一个非常精致的水杯送给爸爸。 爸爸看小女儿这么小就给自己泡茶, 好开心。 然后在花园里摘一些花, 每个姐妹有一块小花园, 这一块地是你的, 这一块是他的, 你的花你负责, 他的他负责, 负责摘花, 负责浇水, 负责施肥, 负责八草等等, 那是责任制。 所以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安排的, 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, 从小教你负责任。 有的时候小德兰叙述在花园里玩一个游戏, 这个游戏什么呢? 做一个祭坛, 在那祈祷, 当他用小木头织起来, 然后用砖, 用瓦捧起来, 做一个小房子, 然后里边放一个小桌子, 当然你可以想象就那么大, 很小的。 做好之后, 请爸爸来, 哇, 爸爸那个惊讶, 就故意表现出来的那种欣赏, 小德兰好开心。 在这儿看到, 你看他玩的游戏, 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游戏, 就不一样, 就这样的一个家庭。 最快乐的时光, 就是有的时候一周会跟着爸爸出去钓鱼, 爸爸在那儿钓鱼, 小德兰自己坐在旁边的草地上, 看花, 看草, 他在默想, 看这些这么美, 你看钓鱼一坐几个小时, 小德兰就在那儿几个小时, 时光过得那么快, 又该回去了, 自己带的点心还没有吃完, 所以那些点心, 上面抹的那些酱, 就变颜色了, 小德兰就很感慨, 人生的短促, 这几个小时, 这个就想坏掉了, 但是没问题, 可以吃掉。 他坐在那里, 就想高天, 想人生, 看到蓝天白云, 他就想, 哦, 云彩, 把太阳给遮住了, 其实只有天主不会被遮挡。 小德兰还说, 他特喜欢暴风雨, 尤其在那儿钓着雨, 在外边玩着, 突然云彩过来了, 然后, 打闪, 响雷, 好高兴躺在那里, 他说我一点都不怕, 为什么呢? 因为当打闪的时候, 一道亮光从天上下来, 我就觉得, 好天主, 近在迟迟, 天主从天上下来了, 这时候着急的是爸爸, 赶紧收起鱼竿, 抱着小德兰就往回跑, 跑到树底下, 跑到一个房子, 别人家的花园去避雨。 他们出去散步的时候, 就像在阿朗松, 小德兰总是扮演一个角色, 狮蛇穷人, 你看走到哪儿在大街上, 遇到要饭的, 遇到可怜的病人, 小德兰就会代表姐姐们, 代表爸爸, 拿着钱去送给有需要的人。 为什么呢? 有的时候大人去, 对方可能不好意思, 如果一个小孩那么可爱, 给你东西, 你就没办法拒绝。 小德兰说, 有一次碰到一个缺腿的老翁, 拄着拐杖, 在走路, 一看就很可怜。 小德兰二话没说, 掏出点钱来, 就去给这位老人。 结果这个老人一看, 小德兰拿着钱, 这个老人摇了摇头, 拒绝了。 小德兰就非常的不好意思, 为什么拒绝呢? 他那么小, 他不懂。 可是, 老人也看出来, 小德兰的尴尬。 走了几步以后, 老人扭过头来, 对小德兰笑了笑, 安慰小德兰, 意思是我不需要, 我虽然腿不好, 但是我还不需要钱, 我还不是那么穷, 谢谢你。 小德兰坐在那里, 等一会儿爸爸回来买蛋糕了, 小德兰拿到爸爸给的蛋糕, 从心里很想再去送给老爷爷一块。 给钱你不要, 蛋糕你总要吃的吧。 结果自己觉得没有勇气, 去了再被拒绝怎么办? 后来就想, 我怎么帮他呢? 听说第一次领圣体, 领圣体的时候, 为人祈祷特别有用, 那好, 我要记得这个老人。 结果真的, 五六年以后, 他领圣体还记得为这个老人祈祷, 因为觉得自己给钱, 他不要, 没有能够帮助他, 又想送蛋糕, 又没有勇气, 好吧, 我用另一种方式帮助他。 他对天主的爱, 别看这么小, 一天天增加, 这么小就总是在讨耶稣喜欢, 对耶稣一点都不要冒犯。 今天我在背课的时候, 我就想, 如果你们有孩子, 跟我一起听这个课, 是很美的, 因为这一段, 今天这一节课, 正是讲的小特兰四岁到十四岁这一段, 我们家的孩子们, 我觉得他们会很喜欢听, 这么小, 他就愿意爱耶稣, 做事情, 为了让耶稣喜欢去做, 不去犯罪, 冒犯耶稣。 小特兰做过错事吗? 他自己说做过, 他做了, 他说了两次, 第一次呢, 是在五岁半的时候, 那时候有一小, 在五月, 大人不让他去教堂念圣月, 所以在家里, 让他跟着保姆, 别人都走了, 于是他在家也要祈祷, 自己就摆一个祭台, 拿一块小板子, 弄一个小桌子, 铺上一块布, 手绢放在上边, 然后用两个辣火柴放在上边, 就插到沙土上, 整个的祭台就亮了, 可是那个辣火柴可能最多, 着一分钟, 因为他没有蜡烛, 就是有火柴, 火柴着的比较快, 这时候保姆在后边, 他就让保姆, 来, 你来念经, 我祭台做好了, 你快念, 我一点这个蜡烛的时候, 你就念好吗, 那个说好, 然后他就点, 两个都点着了, 那个还没念, 他就第二次求他, 你快念呀, 那个人叫Viktor, Viktor念呀念呀, 结果那个在后边, 捂着嘴, 哈哈大笑, 一看这个小孩这么认真, 这么可爱, 全心灌注的在弄, 他就憋不住了, 在后边笑, 结果小德兰说了两次, 他都没念, 眼看着这个辣火柴就找完了, 他还没念, 气得小德兰在这, 跺着脚, 然后骂他, 骂了句什么, 你真坏, 就骂了一句这个, 骂完之后, 这个保姆不敢说话了, 在后边也不敢笑了, 小德兰大哭不止, 开始哭是生气, 哭了一会儿以后, 就觉得我错了, 我不应该这样骂他, 说你真坏, 他在后悔, 他说这件事, 我真的后悔做错了, 以后我再也不发脾气, 我再也不骂人了, 还有另外一件事, 他自己讲述的, 也是给保姆, 但是这一次呢, 他不认为自己错, 虽然道歉, 但是他说我不后悔, 我的心很平静, 那是什么呢, 有一次, 自己需要用墨水盒, 墨水盒在墙上, 那个壁炉上边比较高, 小孩是够不着的, 所以他就让保姆, 很客气的跟他说, 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墨水盒, 小德兰是很受过教育的, 说话是很客气, 这样说呢, 结果那个保姆就说, 你自己拿, 他说我够不着, 那不有凳子吗, 自己动手, 很不客气, 所以小德兰呢, 就把凳子挪过来, 推过来, 然后爬到上面, 就准备拿这个墨水盒, 可是他在上去拿的时候, 心里就不服气, 就觉得我这么客气的, 请你帮个忙, 你是举手之劳, 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帮我, 干嘛不帮啊, 你没有帮我, 我必须让你感觉到, 你做的不对, 所以在这时候, 小德兰就心里, 他的大脑在转, 我怎么做呢, 对, 说句难听的话, 让他觉得他做错了, 说什么最难听啊, 他就想来想去, 哦, 平常我不听话的时候, 让他烦的时候, 他就这样骂我, 骂我的时候, 我就最不爱听这句话, 怎么骂呢, 你个小娃娃, 所以这时候, 他就拿好了墨瓶, 还没有往下跳, 这时候, 就对着Victor, 说, Victor, 你个小娃娃, 然后一蹦就下来了, 很高兴, 就觉得, 我骂了你最难听的话, 结果后果很快就尝到了, 为什么这样说呢, 这个保姆马上就说, 你们听, 小德兰骂我了, 他说我是个小娃娃, 话音刚落, 大姐就来了, 大姐说, 小德兰,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, 你竟然这样说, Victor, 赔礼道歉, 你错了, 这时候小德兰转过身来说, 对不起, 我错了, 我不该这样说你, 以后我不说了, 他说, 我是道歉, 但是从心里, 我不忏悔, 为什么, 我觉得我没有错, 我就骂了他一个小娃娃而已, 是因为他不帮我引起的, 你看, 小德兰, 他在讲他的故事, 写的时候他什么都写, 接下来我们看他的第一次告诫, 他说这是美好的回忆, 有一天我们去了, 小德兰去的那个主教座堂, 就是在礼修, 介绍教堂的神父给我们说, 就是这个告诫厅, 小德兰跪在这儿办的第一次告诫, 二姐宝林帮他准备, 告诉他, 你去办告诫, 不是向人告罪, 是向好天主告你的罪, 你看这个告诫, 小孩们是很认真的, 有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背药理, 完全背的是他不懂的话, 二姐这样告诉他, 你去办告诫, 是在向好天主说对不起, 不是在给人说话, 小德兰又晓得心灵, 他就听明白了, 然后他就问姐姐, 他说姐姐, 那如果神父代表的是天主, 那太好了, 我能不能跟神父说, 我全心爱你呢, 因为我心里是爱天主的, 等他去办告诫了, 跪在那里, 别人不是, 那个告诫厅有一个扶手, 别人会把这个胳膊肘, 胳膊放在那个上面, 这样告诫, 结果小德兰到了那里呢, 他的头还在那个挡板下边, 本来那个板是放胳膊的, 他的头还在下边, 哎, 神父以为没有人, 神父看了看, 人呢? 他说我在这儿, 神父说站起来, 站起来告诫, 不然我看不到你, 也听不到, 好吧, 小德兰站在那里, 办了告诫, 他说小耶稣的眼泪, 洗净了我的灵魂, 办完告诫以后, 神父鼓励他, 好好地敬爱圣母, 他说本来我就爱圣母, 这一次我更加热爱他了, 告诫之后, 他掏出一罐念珠, 这是自己念玫瑰经的, 神父请你给我祝圣一下, 神父就祝福了念珠, 小德兰就回去了, 如释重负, 就觉得特别的轻松, 跟宝林走在大街上, 大街上隐约有一些灯光, 灯光很暗, 小德兰走着走着停了, 姐姐说你干嘛呢, 这么晚了快走啊, 他说等一会儿, 他掏出念珠来再看, 你看什么呀, 他说神父祝圣了, 我看这个念珠变成什么样了, 你看一个小孩, 他就是那么的认真, 他就在想祝圣之前, 跟祝圣之后, 会有变化吗? 小德兰很喜欢过战礼, 教会的节日, 因为每次过战礼, 二姐都会跟他讲战礼的意义, 战礼的这个节日是什么意思, 要庆祝什么, 提前都准备了, 他们晚上常常念书, 念的时候就每个节日, 都在帮孩子准备, 你看这种教育, 他特别喜欢的是圣体游行, 这些小孩特别小得来那么漂亮, 让他撒花, 几个小孩把花玫瑰花撒在圣体那里, 地下都撒满了花, 把神父捧着圣体从这里路过, 小德兰最最最开心的, 就是他撒的花, 用力撒碰到了圣体, 碰到了耶稣, 哇, 好高兴自己的花碰到耶稣了, 主日, 小德兰说,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最珍贵的, 主日这一天, 爸爸姐姐们什么都不干, 罢工参加弥撒, 这是光彩之日, 这一天跟平常六天都不一样, 大家穿上漂亮的衣服去教堂, 然后就像过节日一样, 回来就很轻松, 放下日常的工作, 其实今天上午在参与弥撒的时候, 我就弥撒之后, 我就提醒唐区的教友们, 主日是天主的日子, 我们要圣化这一天, 跟平常不一样, 好好的为天主活这一天, 这一天, 多做一会儿祈祷, 读一会儿圣书, 听一会儿道理, 除了弥撒, 有人到了这一天就喝酒, 反正没事做了就喝吧, 或者睡觉可以, 可以改善一次, 多做几个菜喝点, 但是不要一喝酒躺半天, 找那个醉的感觉, 而是朋友们聚一聚也行, 但总不要这几个人一直聚, 一直就是为了喝酒而喝酒, 守着父母, 然后谁家,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, 很孤独, 咱们去找他歇会儿, 喝点, 这个我觉得倒是有意义, 然后看看老人, 帮老人打扫打扫房间, 做点爱德的工作, 平常你顾不上, 这就是主日, 你看他们家这个主日, 是跟别的不一样, 小德兰说是光彩的一天, 他们首先去教堂, 小德兰记得找座位, 这位爸爸带着小女儿, 拉着他的手来, 走到哪儿, 人们都喜欢把座位让给他们, 在弥撒中听到, 小德兰那么小, 五六岁, 他说我不管人家, 谁看我, 我坐下以后, 我就在那里聚敬会神的听到, 我听懂的第一篇道理是耶稣受难, 那时候我五岁半, 以后我都能了解和体会每一篇道理, 你看这个孩子, 他多聪明, 其实这是天主给的, 他的心, 往这使劲, 他渴望, 找就能找着, 他越喜欢就听懂了, 我这里也有一些孩子, 他们打开神父的讲道, 一整夜都在听, 等半夜父母起来, 一听他房间的老年机还开着, 就给他关了, 等早上起来又开着, 他就习惯听耶稣的话, 神父的讲道, 这些孩子是不一样的, 在家里这样, 到教堂里更是, 别的孩子们在那里搞小动作, 在那里玩, 这些孩子用心的看着, 小德兰就是这样, 到那儿不管别人怎么看他, 穿什么衣服, 这个孩子怎么样, 他就用心的听到, 都能听懂, 有的时候爸爸挨着他就提醒, 讲你的主宝呢, 正讲德兰呢, 因为我们讲过有三个德兰, 最早的就是西班牙的那位, 耶稣大德兰, 神父有的时候, 讲那个德兰, 爸爸就提醒, 正讲你的主宝, 小德兰更用心听了, 他说有的时候, 我听道理, 我看爸爸的时候, 比看神父还多, 为什么呢, 因为爸爸在听道的时候, 是那么的感动, 经常热泪盈眶, 泪水不能自治, 讲到天堂的时候当神父, 爸爸就仿佛已经在体验天堂的幸福, 那么激动, 所以我看爸爸比看神父看的还多, 爸爸让我感动, 你看大人就是这样的, 孩子也会这样, 在国外他们可能像我们国内大城市, 孩子是跟着大人的, 有的时候我们农村, 小孩站在一块, 大人在一边, 离得远远的, 小孩怎么玩, 他们几个到一起就玩,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习惯, 跟着父母, 父母的神态, 父母的专注, 一定会影响孩子, 当然如果你玩手机, 睡觉, 孩子也会躺在你怀里, 跟着你一起睡, 主日很快就过去了, 小德兰说我不愿意让他结束, 可是仍然很快, 玩到以后去舅舅家轮流吃饭, 这一次是老大去, 下一次老二, 最后小的去, 每周都欢迎一位女儿去他家吃饭, 舅舅让他们开心, 跟他们讲故事, 唱歌, 小德兰记得那么小, 坐在舅舅的膝盖上, 舅舅很爱他, 抱着他, 其实唱起歌来, 他很害怕, 因为嗓门很大, 他也不敢说话, 心里就盼着爸爸, 早一点来, 把自己接走, 等晚上八点, 爸爸接自己的时候, 拉着爸爸的手, 走在大街上, 他抬头看见天空, 上面的星星, 有两行星星是T字形的, 对不对, 像人字形的, 两行星星是这样的, 小德兰就说爸爸, 爸爸你快抬头, 你看这是什么, 爸爸说那是什么呀, 那是T, 那是什么意思, 小德兰呗, 小德兰的第一个字母, 我的名字不是T吗, 德兰, 哦, 爸爸明白了, 哦, 原来如此, 你看爸爸, 我的名字已经写在天上了, 多高兴, 他说跟着爸爸走, 让爸爸拉着自己的手, 根本不想脚底下, 高一脚, 低一脚, 不管, 反正爸爸拉着我的手呢, 爱怎么着怎么着, 就快乐的, 只是仰着天空, 其实从这样一个动作, 就能看出来, 他对爸爸的信赖, 以后对天父的信赖, 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, 深一脚, 前一脚, 遇到什么障碍, 困难, 平常我们说, 无论高深, 无论低谷, 不要怕, 有主在照顾, 拉着他的手, 小德兰这么小, 他就记得这个动作, 冬天的夜晚比较长, 到了主日晚上, 那都是一个晚会, 大家下下棋, 玩一会儿游戏, 完了之后, 读一会儿书, 像礼仪年过节日, 每个节日的意义, 读完这些, 一般是有玛丽老大读, 完了之后, 爸爸唱歌, 朗诵诗歌, 大家热闹一会儿, 最后到楼上祈祷, 小德兰说, 我看到爸爸的祈祷, 就明白圣人们是怎样祈祷的, 请你们做父母的记住这句话, 你们孩子怎么祈祷, 往往是你们的镜子, 如果你们自己在天主面前那么尊敬, 那么神圣的神面前在朝拜, 孩子每天跟着你会一样的, 所以小德兰说, 我看到爸爸怎样祈祷, 就明白一位圣人是怎样祈祷的, 祈祷之后, 要上床休息了, 但是上床前有一个礼, 女儿们从大到小, 轮流着跟爸爸道晚安, 然后爸爸会回答, 晚安, 睡个好觉, 然后每个女儿亲吻爸爸, 拥抱随后, 最后当然是小德兰, 小德兰记得每次爸爸抱他的时候, 紧紧地拉住他的胳膊, 胳膊肘就被捏得很痛, 爸爸故意的, 就是很用力抱他, 小德兰睡觉躺在床上, 宝林帮他把被子盖好, 然后每天他会问这几个问题, 姐姐, 我今天乖吗? 好天主喜欢我吗? 小天使在我周围飞吗? 回答都是是, 是, 是, 如果有一次回答不是, 我一整夜都哭, 睡不着觉, 因为我就愿意每天都很乖, 让天主喜欢我,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, 小天使都来在我周围给我做伴, 如果我不乖, 天主很难过, 我不能那样, 我自己就不能睡觉了, 二杰宝林对于小德兰的教育, 这一段我看了也很感动, 愿意跟你们分享, 那是一个爱的教育, 很有耐心, 很细心, 但是毫不浇灌, 就跟泽力妈妈教育他们一样, 有的时候夜间很黑, 让小德兰一个人去拿东西, 他说我怕, 你不要怕, 没什么, 去吧, 你跟我做伴, 不, 你自己去, 小德兰说, 我锻炼的在黑夜中, 我哪里都敢去,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怕什么, 这个胆量是姐姐从小让我锻炼出来的, 没有错误的时候, 从来二姐不责怪他, 但是有错必究, 什么时候犯了错, 二姐是不放过的, 二姐作为他的妈妈, 安排的事情, 小德兰必须做, 二姐做的决定, 从来不会让步, 你不要给我找理由, 你必须要完成, 有的时候爸爸路易还要让步, 来请求宝林, 哎呀, 放过他吧, 一般的时候宝林不会放过的, 有的时候爸爸想带小德兰去散步, 他的作业还没有做完, 安排的工作还没有完成, 宝林说不能去, 小德兰就不敢去, 最后爸爸来了, 说走走走, 快走, 回来再做, 小德兰会说, 不行爸爸, 宝林不同意, 这时候没办法, 爸爸就去请求宝林, 哎呀, 算了算了, 他还小呢, 一会儿再说吧, 一会儿我们回来, 有的时候宝林就勉强地答应, 说看, 那好吧, 可是小德兰不傻, 一看宝林是勉强的, 不是真心, 就不去, 在那里哭, 谁安慰也不行, 直到最后宝林过来, 抱住小德兰, 好吧, 我的小德兰, 我真的同意了, 你去吧, 给个亲吻, 这时候小德兰才开心地走, 就是这样一个很要强的孩子, 每年冬天, 小德兰身体不大好, 都会生病, 宝林照顾他, 搬到他的房间来, 陪着他一起睡, 有的时候为了让他开心, 把自己心爱的小刀, 上面刻着花纹, 拿给他玩, 小德兰躺在那里, 拿着姐姐给的这个小刀, 那是姐姐心爱的, 他就说, 妈妈, 你竟然这么爱我, 把你自己最喜爱的小刀, 给我玩, 是啊, 我爱你, 由于你这么爱我, 你要不要有一天把你的手表, 也给我呢, 好让我不会死去, 让我开心, 姐姐说, 不是不让你死, 而是为了让你痊愈, 你真的能好了, 不只是把我的表给你, 我有什么最好的, 都会给你, 放心吧, 孩子, 其实这就是爱, 在彼此表达着爱, 宝林教他, 给他讲道理, 讲得非常的清楚, 因为很有耐心, 这个孩子很细心, 比如说有一天, 小德兰, 他人小, 但是想的事不少, 他就想, 他说, 那有一些勇敢的灵魂, 有一些伟大的灵魂, 有一些小灵魂, 那将来升天堂, 他们的光荣一样吗, 姐姐说, 不一样, 大的灵魂, 会有大的光荣, 小的呢, 就小的光荣, 那小德兰说, 那我想在天堂上, 会有人不高兴了, 为什么, 给我的光荣小呢, 会不会嫉妒, 二姐说, 好吧, 你等着, 转身屋里, 拿出吃饭的时候, 一只大杯子, 喝水的杯子, 然后说小德兰, 把你的小杯子拿过来, 小德兰把他的小酒杯, 拿了过来, 然后二姐拿水, 把大杯子倒满了, 小杯子也倒满了, 让他看着, 满了吗, 满了, 还能倒满, 一滴也不能倒了, 再倒就溢出来了, 那好, 哪一个更满, 小德兰很聪明, 她说, 两个都满, 二姐说, 就这样, 到了天堂上, 每个灵魂得到了他想要的, 每个灵魂都装满了, 虽然谁给谁不一样, 但是是十分的喜乐, 都满足了, 哦, 高兴的小德兰, 二姐, 你太棒了, 你跟我讲得这么清楚, 这是多少年之后, 小德兰的回忆, 每个学期结束后, 虽然教他自己, 二姐教他, 学的成绩好, 完了之后, 要发奖, 每个学期发奖, 做一个花官姐姐们, 给小德兰带上, 说他这一学期很用功, 所以全家聚会, 开会, 听分数报告, 念完分数之后, 爸爸就要发奖了, 小德兰说, 哇, 我的心跳得好厉害, 那一刻, 我就想到公审判, 到公审判的时候, 所有的人都站在天主面前, 该多紧张呀, 爸爸那么爱小德兰, 有一天, 爸爸不在, 去了阿朗松, 那一去就要待几天, 可是小德兰正在楼上的房间, 对着花园, 在那里站着, 突然看到花园里边, 有一个男人, 托贝, 穿的衣服是爸爸的衣服, 个子也像爸爸, 走路也像爸爸, 但是唯一的背有一点坨, 比爸爸厉害, 然后蒙着头, 头上盖着一块布, 哎, 小德兰一看就大喊, 爸爸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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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那个人就走到花园里边, 树就挡住了, 小德兰就还喊, 这时候大姐就跑了过来,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, 一进来就装得比较镇定, 就说怎么了, 你喊什么呢, 为什么这样喊呢, 他说我看见爸爸了, 爸爸回来了, 爸爸不是去阿朗松了吗, 你又不是不知道, 你喊什么, 不, 他就在花园里, 不可能, 那是保姆, 在开玩笑呢, 在逗牛玩呢, 小德兰不相信, 其实大姐是为了安慰他, 怕他害怕, 小德兰不相信, 下去就找保姆, 是你吗, 那个保姆说, 我没有出门啊, 我就在房间, 我哪都没去, 结果他们三个人就去花园里边找, 找了个遍, 也没找到人, 小德兰他很聪明, 他说绝对是真的, 我没有看错, 一定有他的意思, 多少年之后, 等爸爸病了, 小德兰才明白, 哦, 原来他蒙着头, 耶稣在受苦的时候, 被鞭打, 被拖污, 也是整个面容被盖住了, 你看不出是耶稣来, 那是一副受难的面容, 我爸爸, 他的头被蒙着, 那也是受难的象征, 后来他明白了, 可是他不明白的, 为什么我那么小, 天主就把这件事, 启示给一个小孩呢, 当时我连想爸爸死的勇气, 连想都不敢想, 因为我太爱爸爸了, 比如说下楼的时候, 爸爸老了扶着楼梯扶手, 然后说小德兰离我远点, 不然我把你就砸住了, 我倒了还要把你给砸坏, 小德兰就说不, 我要离你近点, 他就跑过去抱住爸爸, 如果你倒下咱们一块死, 免得你死了, 我痛哭, 小德兰, 他对爸爸特别崇拜, 在回忆录里边, 他记得爸爸有的时候忘记他是小孩, 经常跟他讨论国家大事, 有的时候小德兰就说爸爸, 你该去做国王, 如果你做国王, 整个国家都会很幸福, 但是我又担心, 做国王那些大人物会受苦, 你还是不要去吧, 做我自己的国王吧, 第一次小德兰看大海, 是在六七岁的时候, 到了大海边, 他目不转睛, 从那里看到天主的伟大, 他跟瑟琳俩人坐在石头上,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 就在那里, 在岩石上看着大海, 看到太阳, 霞光, 万道, 保林就讲, 这就象征着天主的光, 在照耀所有的人灵, 小德兰坐在海上看到船, 他就想象着自己像一只小船, 在耶稣的目光下, 正在驶向对岸, 那一次去海边, 有一对夫妇, 就问路易, 这是你的女儿吗, 路易说是, 因为路易年龄大了, 这个女儿很小, 这是你的女儿是, 哇, 好漂亮, 这时候路易就识眼色, 不让他们当着小德兰夸他, 小德兰多聪明, 早看到了, 他说我没有听过这些话, 听了心里挺高兴的, 我都不知道自己长得漂亮, 别人这么说, 我才知道, 因为平常保林特别注意, 不让人们当着小德兰夸自己, 他们也不夸他, 怕他骄傲, 所以小德兰明白了这些, 他说从此以后, 我对别人的夸赞和目光, 不再重视, 别人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, 无所谓, 我会有很多内容, 我会有很多内容, 时间其实是差不多了, 快一个小时了, 那我再讲几分钟, 随后我们要看的是小德兰读书, 他读书的时候是八岁半, 不像今天两周半就上幼儿园了, 他正式的上学是八岁半, 这几年读书的生活对他是很痛苦的, 他说找不到自己的地方, 就好像那些花不应该在那个土壤里边, 幸亏我有一个爱我的家, 有姐姐们, 有爸爸, 否则那几年就死了, 就痛苦死了, 可能我觉得是他家条件太好, 所以到学校里就很难适应, 再加上他又多愁善感, 相当敏感, 所以就很不容易读, 到那个学校以后给他分的班, 他是最小的, 大的就是十几岁, 十三四岁, 特别是有一位十三四岁的, 看到小德兰那么小, 但是特别讨修女老师喜爱,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, 所以就嫉妒他, 每次老师只要表扬小德兰, 下来他们就收拾他, 这个大孩子十三四岁, 比他大五六岁, 所以很会搞人际关系, 拉拢同学, 拉拢老师, 然后一面之词, 每次小德兰说, 我只要被表扬, 只要考试我的福高了, 完了之后, 我总要受受罪, 否则这一关是过不了的, 但是小德兰就是这样, 他就接受, 每天在学校盼着爸爸接自己, 回去以后在家里, 坐在爸爸的膝盖上, 给爸爸叙述今天学了什么东西, 然后在这儿, 我觉得很美的, 爸爸花时间陪孩子, 跟他们一起聊天, 其实教育不只是学校的, 教育是家庭, 占着相当一大部分, 在孩子去学校之前是家庭, 在学校读书的同时, 回来还有家庭, 父母不要只是给钱就行了, 什么都交给学校, 学校能学的是什么, 我告诉你们, 今天就是一个分数, 怎么做人在学校是学不会的, 所以父母等孩子回来, 要过问,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, 发生了哪些事情, 跟他们聊聊天, 无论好的不好的, 没关系, 孩子说什么, 你在听, 然后从里面听着有事, 跑给问底儿, 多问几句, 你要关心孩子一天的生活, 今天很多寄宿的学校, 一走, 走一周, 走两周, 甚至一个月, 这个的确不太好, 所以, 因为学校的教育, 是单方面的, 知识方面, 而在做人方面, 在品质方面, 父母需要跟踪, 需要陪伴, 最后我讲几个故事, 小德兰在学校, 有瑟琳跟她一起, 当然她说, 幸亏有她, 不然我这个学就没办法上了, 然后呢, 还有表姐玛丽, 她的表姐后来也做了修女, 活年纪不大, 三十几岁, 也就去世了, 也是入的这个生意会, 这个表姐比她大三岁, 跟瑟琳差不多, 他们两位非常的默契, 他们在回家以后呢, 就做游戏, 两个人做什么游戏, 扮演苦修士, 因为他们读的学校都是修女们, 本都会的修女, 是苦修女, 所以他们呢, 就扮演这些修女, 弄一片小菜园, 有一个人在那拔草, 一个人就在一边祈祷, 然后轮流着, 等她去干活的时候, 她来祈祷, 然后两个人做伴, 到大街上去玩散步, 年玫瑰京, 怕被人们发现, 就是大家会觉得, 这俩孩子很奇怪, 他们不难念珠, 用手指头当念珠, 掐着手指, 再念玫瑰京, 有一次, 两个人就说, 咱们做点刻苦吧, 做什么刻苦啊, 你看小孩们的心眼, 咱们闭上眼睛走路, 装瞎子, 扮演瞎子, 这个说, 那好, 来, 我扮演, 你牵着我的手, 那个说我也不敢, 我也扮演, 好吧, 那咱们两个一起扮演, 他们两个就都装瞎子, 手拉手就往前走, 为了怕被车撞倒, 所以他们不敢走这个中间的大路, 他们走人形, 变道, 顺着抢走, 结果走到一家门市, 人家摆的商品, 箱子什么, 都在门口放着, 稀里哗啦都给人家撞翻了, 结果吓得睁干眼, 撒腿就跑, 等主人出来, 就开始骂, 结果两个孩子已经跑得大远了, 然后呢, 主人骂了, 随后大表姐也不干了, 在后边追着, 才逊, 所以他们说, 大表姐的气比主人一点都不小, 看, 这个就是小孩, 有的时候呢, 呃, 我们就觉得吧, 小德兰他是圣人, 呃, 跟别人不一样, 天生不一样, 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的, 圣人不是天生的, 请你们记住, 没有天生的圣人, 只不过, 那一块土壤好, 我想说的是, 父母好, 那个家庭环境, 姐姐们好, 随后这个孩子, 在姐姐们的榜样下, 姐姐们的教导下, 父母的, 爱的陪伴下, 越长越好, 没有天生的圣人, 你看, 刚才我举的例子, 他们就是小孩, 今天的小孩多聪明, 对不对啊, 比小德兰可能更聪明, 懂的事更多, 可是我们怎么引导, 你看他们玩的时候, 都是祈祷, 都是以后我们会看到, 小德兰的一个爱好读书, 姐姐帮他找一些书, 给他规定, 让他读, 读什么, 一些圣人的故事, 小德兰从小就愿意成圣, 因为爸爸妈妈的理念是, 我们要把他们带到天主那里去, 要把孩子们带向天堂, 幸福在那边, 不在这个世界上, 上一本书, 我们讲他的父母的时候, 一直是他们的理念, 泽利说, 谁在这个世界找幸福, 是浪费时间, 所以这样的理念, 他们教出来的孩子, 就是这样的, 没有天生的, 上一课讲完之后, 有人就说, 人家天生的这个孩子, 就是不一样, 天主的恩宠多, 天主的恩宠, 给我们每个人都很多, 都是一样的, 你不要忘了, 天主心里,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成圣, 每个人幸福, 没有一个人例外, 甚至, 我过去是罪人, 犯了多少的罪, 今天我只要愿意, 同样他给我恩宠, 他不拒绝, 重要的是我不相信, 我听不到, 我不配合, 你比如说很简单, 现在我们讲的课, 在教我们成圣, 教我们有信心改变, 很多人啊, 我成不了圣, 我也不听, 或者晚上我很忙, 要喝酒, 还有跟朋友聊天, 去串门, 我哪里有时间上这些课, 怪不得你成不了圣, 问题在这儿, 每个人都可以成圣, 这是天主要的, 问题是你要不要, 圣奥斯汀说过这样一句话, 天主造你的时候, 没有经过你同意, 但是要救你, 需要你点头, 你愿意不愿意得救, 你说我愿意啊, 当然愿意, 坐在这儿, 我愿意啊, 什么都不做, 你怎么得救, 怎么成圣, 我们要努力, 小德兰下一课我们看, 他怎么准备出灵圣体, 那时候十岁, 怎么准备兼阵, 做了多少的努力, 一个小孩, 当然大人陪伴着他, 教着他, 走的这条路, 一个孩子自己, 天生资质再好, 如果后期不管, 也不会成事的, 就像一棵树, 买的时候都挺好, 树苗, 你要经常的修剪, 不然的话就长风了, 什么苗也不行, 再好的苗不修理了, 也就不行了, 对吧, 所以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圣人, 弟兄姐妹们, 我说这些话, 应该大家很高兴,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, 可是怎么办, 从今天开始, 我们愿意去找天主, 愿意让天主的话带领我, 愿意让天主帮助我, 我们就可以成圣, 这正是为什么, 我们在学圣人的故事, 不只是讲故事,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人, 在法国那么意思, 通过看他的榜样, 有哪些我可以学习, 好吧,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, 我提醒大家, 以后我们每周日晚上, 有这个课, 希望大家准时的到, 组长呢, 负起责任, 提醒组员们, 早早的等着上课, 完了之后, 请大家继续讨论分享, 如果实在没有分享, 你就听别人分享, 也很好, 有的呢, 你就说出来, 完了, 选几个好的, 来分享给大家, 也帮助别人, 好, 谢谢各位的参与, 愿光荣归于父, 祭祂及圣神, 祈求如何, 今日亦然, 直到永远, 阿们, 愿天主降福大家, 在这新的一年, 都开始工作了, 希望, 有天主跟你们一起, 工作, 心灵, 愉快, 赞美主, 感谢主, 阿们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